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小山村如何利用冬日旅游 变身特色旅游区 长泡温泉有意健康 但泡温泉应该注意点啥 您知道吗 温泉加滑雪 让我们跟着二压 体验冬日里的冰火两重天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您这里关注的是辽宁卫视黑土地 我是大明美国号 向全国的父老乡亲问好之意 大家早上好 在东北老话都说 不出正月都是年 正月里大多数人都会走走亲亲 逛过庙会啥的 涂个热闹 可是在孤山镇的大陆岛的乡亲们 却有一种很特殊的庆祝方式 怎么庆祝的呢 一起去凑凑热闹 正月里赏花灯 逛花灯 可以说是城里人欢度佳节的庆祝方式 但在东港市孤山镇 大陆岛村 却有一场不一样的庆祝方式 原来啊 这是一场由岛内渔民举办的齐海纳祥民族文化节 他们自己化妆 道具和服装也一切从前 虽然把演出成本降到了最低 可活动质量呢 却没有打折 整个广场的上百名演员 大冷天的 不辞辛苦 不计回报的卖力演出 就是为了通过自己的表演 感谢一年来大海的馈赠 大陆岛居民 祖祖辈辈在岛上居住 这一祈福那海活动 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而现在的祈福活动 已经从以前村民自发起海 发展成为了由村里集体组织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 随着村民们把小船放入海中 烟花鞭炮在夜空中响起 大陆岛齐海纳祥民俗文化节正式落下帷幕 让我们也期待在新的一年里 大陆岛的渔民们 海上丰收 风调雨顺 最近已经有不少地区公布了2019年新农河的缴费标准和时间 大部分地区的新农河都涨到了220元 比去年涨了几十块钱 虽然新农河缴费比以前多了 但是报销比例 疾病种类 报销药品比之前也更多了 以后在农民朋友和城镇居民看病所享用的医疗资源 报销比例都是一样的 而且使用医保卡就能实现药费结算 在医院里面挂号就诊 或者在药店买药 都可以直接刷社保卡支付 就医变得非常方便 而且农村低保护 无保护和特困护 重度残疾患者 建档利卡贫困护 重点优腐对象 以及新生儿这七类人可以免交新农河费用 由地方代为缴纳 另外对于年满80岁以上的老人 即便不缴纳医疗保险 也可以每年享受3000元的就医费用 现在应用在农业上的高科技 简直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 就拿前段时间江苏南京举行的 全国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博览会来说吧 就有好多新技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来看看这个 您要是认为这是个无人机 那你可就落后了 这个家伙叫阿里云农业大脑 他能一直停在半空中 采集并监测农作物生命周期 及生长环境的关键数据 生成智慧农事决策 通过无人机等智能设备 实现智慧灌溉 施肥 这个大屏幕就是他的眼睛 上面实时显示着农作物周围的温度 光谱图 图壤 水分表 所有数据一一清二楚 可以让农货掌握到每一颗蔬菜的具体情况 实现精准化种植 再来看看这个转动缓慢 但均匀的小型摩天轮 他搭载的乘客非常特殊 是一盘盘绿油油的蔬菜幼苗 它的学名呢 是智能立体栽培机 不仅能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还延长了光合作用周期 改善了通风条件 让蔬菜生长得更快更好 怎么样 大开眼界吧 近日 一段猴子在冰天雪地里走电线的视频爆红 大约30只猴子排成一队 用手抓住高处的线 用脚踩着低处的线 走在上面 如履平地 简直像在表演马戏 这是日本青森县的迷猴 因为老是偷人们种的蔬菜 这群猴子让当地人独胜其凡 经常有农民拿棍子去驱赶他们 视频里录下来的就是这些肥肥的猴子在偷吃了青菜以后 为了躲避教训 走电线撤退的情景 这一排肥肥的猴子挂在电线上的场景啊 喜感十足 有网友为猴子们开脱 打冬天的 猴子也不容易 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吧 有这样一个村子 每一座农家院落的白色外墙上都工工整整 画着色彩艳丽明快的年画 有的画着胖娃娃 有的画民间小故事 主题各不相同 这就是在四川省棉竹市孝德镇西南面的年画村 说起这棉竹年画啊 可是历史悠久 在2006年还入选了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年画村更是当代棉竹年画传承人的汇集之地 年画村现在已有年画生产企业15家 他们不仅承担着传承传统年画制作工艺的责任 还研发出了年画相关的工艺品 消费品 如年画刺绣 年画茶壶 年画靠枕等 据统计 2018年全村直接或间接参与到 年画创作销售的农户达上千人 年画产值却年约1000万元 还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 前几天就在广东湛江 发生一件荒唐的事情 啥事呢 就是路边一棵树的树干啊 突然开始不停流水 当地村民不知道是咋回事 就认为这是一棵神树 还有人喝水后觉得略带有些咸味 感觉有驱除厄运的效果 于是当地人不但排队取水饮用 还将这棵树供奉起来 您说这不是胡扯吗 没错 经过当地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呢 得出结论 原来真相是 地底的自来水管开列所制 关闭了水管开关 树身随即停止流水 你说本来挺简单的事 非要往神树神水上靠 看来迷信迷信 你不迷你就不会信的 这个话啊 还真是有道理 每天有好多好玩的信息 都在天下三农 大家随时关注 最近天是越来越暖和了 准备在棚里育苗的乡亲们 可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了 下面咱们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有助于农业生产 大伙早上好 欢迎收看 有听说地 我是一彤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九八九的第一天 今天咱们全省呢 是以晴为主 北风转西南风三到四级 部分地区的风力是四到五级 白天最高温度在五度到十度之间 夜间最低气温在零下十度到一度左右 目前天气回暖趋势比较强 此轮回暖的特点呢有两个 一个呢 是冲劲十足 由前期的明显偏冷 直接换挡转为了明显偏暖 简单直接一点也不磨叽 第二呢 是韧性十足 气温比常年偏暖的趋势 至少会延续至三月初 并非是三分钟热度 了解过天气 咱们来看看乡亲们 今天给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 这位朋友说 他们家这边呢 西红柿啊 爱死秧子 尤其是口感型的西红柿 特别爱死秧 有没有好一点的品种呢 那接下来咱们来请基督人员 为他解答一下 现在这个 口感型番茄啊 一般抗性都不好 尤其根部 抗根部病害能力弱 现在这个死秧子吧 有几种原因 主要是呢 一个是根结线虫 这个西红柿的这个根结线虫 这是一种病 害一个就是说 它根部有这个 根腐病啊 或者是枯萎病 黄远病 这些病害呢 造成死秧子 现在咱们这个农科院啊 新推出一个好品种 叫 园艺5604啊 这个品种呢 既抗这个根结线虫 又抗很多种的根部病害 它呢 口感呢 还非常好 呃 在 呃 秋季种植时候 糖度能达到 呃 6到7之间 呃 春天的话 找春定值的话 呃 栽培这个品种的话 糖度的话 能达到7 到10之间 园艺5604啊 这个品种啊 呃 产量非常好 每株留五四果 呃 这个品种的话 呃 一亩地的话 产量在2万 到3万之间 这个品种的话 呃 收呃 西红柿的这个 这个非常爱收啊 呃 它都是提前订 跟农户都是提前订 呃 订购 呃 现在的话 咱们这个沈阳地区的 这个品种里面的收购价 是4元左右一斤 因为它非常好吃 深受那个市民欢迎 呃 这个综合性 这个品种 现在就是值得推广 还有位观众朋友 给我们留言说哈 他们家是锦州这边的 去年对农民 有惠民活动 种子特别便宜 不知道今年 还有没有实惠的种子了 还想再种一些 那接下来 咱们来请技术人员 为他做个解答 今年我们 和沈阳市农国压 还有两个几家企业 还有这个惠民 惠民活动 像我们去年 惠民的沈阳八零 今年5500粒的 还是100块钱的 像我们在回房间 就像种死于八零药的 反应效果也相当不错 尤其是养殖户 还有种植户都挺满意 养殖户满意的原因是啥 它那个结杆还可以喂牛 它单板还能搞牛发比较快 就是湿口性好 还有新拿出这18年新审定的 新雷达三五五 像这个品种 我们也是100块钱的 这个品种 你看这个 它这一半的脂粒 米脂 相当好 这都是惠民 还有那个沈阳十八 这个是一大二亩地 7500粒的 这个我们做50块钱一大 我们这还有这个 塔克青莲二 也是6000粒 也是100块钱的 在仅限于辽西地区 这些年干旱 就是农民构种 有一定的困难 我们拿出这四个品种 做惠民 像我们这个品种嘛 出户之前 都做牙式和牙绿 你看我们这有道 三组 每组是100粒 你现在啥的话 都超过国家标准 92以上 其实我们卖出去 惠民准工程 不会因为牙绿和啥 这个质量 肯定是有保障的 好的 如果说你有啥 没听清 没记住 会有其他问题 想咨询的 都可以拨打 农业专家的热线 024-8652-8168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辽宁卫视黑土地 接下来呢 咱们聊聊 选玉米种子的事 过一年呢 就要准备春耕梅耕了 有些地方呢 乡亲们呢 就特别担心 虫灾和病害啥的 接下来就给大伙 介绍一个新品种 就是针对玉米病虫害的 让乡亲们种起地来 更放心 更省事 丑啊 我都替我三大一丑 你瞅瞅我三大一家的苞米地 之前的苞米 长得好好 一场大风 全给刮到了 哎呀 这干丑也不是办法 哎 这次我得找我楼哥去 对 楼哥 你像这苞米之前长挺好 一遇到大风就倒 这得咋办呢 呃 那你就选一个 抗虫的品种吧 你看啊 抗虫的品种 对不 楼哥 抗虫能行吗 抗虫不行 抗虫不行 你这么对吧 你选一个抗旱的 啊 抗旱的那个 呃 他根系发达啊 啊 后期实力性强 楼哥 啊 遇到大风就倒 咱不应该选个 抗导服的吗 哎 你知道你还问我 哈哈 楼哥 我 我知道抗导服 但我不都选啥呀 我这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啊 其实啊 像那个 你今年说 像你说这个情况啊 嗯 今年呢 普遍都在大发生 啊 有很多地区啊 出现了这个 像咱们辽宁地区 嗯 啊 内蒙地区啊 都出现了轻枯病 嗯 得了轻枯病以后啊 他首先一点 他的这个净杆啊 啊 水分就会没有水分啊 发干啊 最后呢 开始就是有一点风 他都会出现啊 倒舌 最后也是趴在地上 嗯 他的果树呢 也是呃 先是呃 棒子搭了头 嗯 然后来一点风以后 棒子也会落地 嗯 给今年给咱们这个 呃 很多的农户啊 造成了困扰 但是呢 家子你别着急 我给你今年呢 给你推荐一个 好的品种 嗯 就是 咱们最新推出的啊 连达三八八啊 咱们那个连达三八八呀 啊 特别抗轻枯病啊 他在今年 现在这个田田的表现的啊 就是一些品种 现在都已经枯死了 出现那个轻枯病了 但是咱们这个连达三八八嘛 就是没有 还现在有一部分呢 还是 颈尔是绿的 叶片呢 也是呃 有一部分是在绿的 这样一来呢 这个后期的完熟期啊 也能更好的为咱们这个 呃 果顺呢 去进行呃 积累干物质 然后呢 进行降水 这样一来呢 他在肝上就开始降水 活干成熟啊 后期我们收到家里呢 啊 不会是因为这个呃 水分之前没有那个降水啊 后期以后把水排放以后了 他这干物质就没了 所以说他脚趾度不够 然后呢 他也不压秤啊 产量也低 给咱们农户造成损失 你就种完以后 他像今年这种情况 他就不会出现轻枯病 这样一来呢 对咱们这个农户的这个 丰收保 丰收也作为一个保障 楼哥 我在那宝米地里看 有的那个杆啊 叶啊 都黄啊 有的还绿着呢 是不是那绿叶的宝米 就能多打钱呢 那当然了 绿地第一个呢 它的那个厚熟性是强 然后它是活干成熟的 它现在在干上呢 就开始已经降水了 一边降水 一边进行那个 呃 光合作用 然后积累干物质 供送给果顺啊 形成这个 呃 咱们那个脚趾度呢 也脚趾粮度粮 粮食呢 脚趾度呢 也会越来越高 啊 这样以后 后期以后呢 咱们这个粮食收到家 啊 它不会出现 那个呃 子粒发薄 发飘 啊 荣重不够啊 出现这种情况 那它的这个 后期持绿性就行 像你说的这些 后期是绿的 因为后期是绿的 所以说它镜杆上 水分非常充足 柔人性也特别强 这样以来呢 它来风了以后 也非常抗岛 钱家这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哈哈哈哈 我咱大家遇到的问题呀 解决了 那大家伙还有啥 需要匣子解决的问题吗 都可以来找匣子啊 咦 咱就没有 啊 你家包米地让我去看看呢 好了 你别走啊 马上到 其实啊 除了抗病抗虫 还有乡亲们想问了 说我家啊 这地块多 地形又复杂 什么山坡地呀 平地呀 洼地呀 落地呀 都有啊 像这样地块 应该用什么样的品种呢 总拿不准主意 接下来咱给大家推荐一个吧 啊 不挑地的好品种 记住啊 记住啊 给我来两袋 就这个就行了 红桶的 您家什么地块 你干干我啊 我家好 有一块地一个风口 还有斯莱姆平肥地 完了吧 还有一个大坑旁边 那你要二家 你就选对了这种啊 本身的这种啊 抗导性是非常强的 红枪加息 在我们两省 现在也是数一数二的 新推理的品种 它的优点性非常非常的多 我中风口行吗 没有问题的 六七七风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感到特殊大风口 行你能炸样点 但是它的产量 绝对不让它产量 这点你放心 这根儿咋的咋样 瞄出的好不好 根儿炸地相当牢固 气震根都能下地 都能使用地的养分和水分 说白了 人家手掰刀的 还能起来 掰刀起来 它下面一时候也是搞的 那这个我们今年挺汗的 春天也汗 夏天也汗 这抗汗不 你们聊起一普遍嘛 都十年有汗 所以说我必须给你们推一个 红枪加息最好的品种 因为它抗汗是非常强的 但是你还得记手啊 你这玩意能记手吗 这个东西啊 那记手更好了 它一点还不掉粒 可以这么讲 它这个叶片全上重型的 要是这个收割机来晚了 等两天能等吗 那么没问题 几乎是还没问题的 不能说一半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吧 不掉粒 米子咋 这两发哪一手吗 照一半的米子可以这么讲 都要卖二十年前是很容易的 它的米子是金黄色的 摆成功率它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东西 你要这么说啊 我可不就放心了吗 今天这我直接能拿走不 今天能拿开发拿了 你放心吧 你中我们消息 拿一个来点有好的手上 行 那我见你鸡丫子啊 给我开五个吧 好好好 今晚得给我送家的 五个那头呢 一大早你送家的 我们就信仰好 最近的天气回暖 很多小伙伴们也想趁着这个时候啊 出去走走 活动活动 这沉睡了一冬的筋骨 今天呢正好是周末 我们为大家推荐了几个好玩的去处 首先是盘景的七彩庄园 一声声尖叫和欢笑声 此起彼途 盘景是大蛙区的七彩庄园 这个冬天又热闹起来了 我感觉我特别喜欢玩花雪圈 特别刺激 特别惊险 然后也没有什么 就是安全 就是安全特别好 也没有什么危险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项娱乐项目 因为这个七彩庄园已经营业好几年了 就是每年冬季的时候 每年这个时候 我们都知道它这会儿有这些游玩的项目 包括滑雪圈啊 雪地转转什么的 卡丁车碰碰车啥的 然后我们就是约几个姐妹呀 还有弟弟什么的 我们就一起过来 徐涛车技一流 是七彩庄园里冰上赛车的头号种子选手 同时呢 也是这些刺激冰上项目的负责人 在冰上这个项目 非常都非常刺激好玩 反正我呢 就是小孩一般玩味都大人带了 非常安全 冰上没啥问题 冰上现在都有20多公分以上 冰上都没问题 您最多的时候这一块能有多少人 最多的时候啊 一千多人吧 冰场上能与徐涛的刺激项目比一比的 就得数这个怀旧项目了 雪爬力 不过在七彩庄园 雪爬力也有了升级版 您瞧 依照来自七彩庄园队和游客队的大比拼 即将拉响 因为迎看七彩庄园草莓草莓 说他们草莓特别甜特别好吃 还说是蜂蜜 蜜蜂 瘦的粉 所以我们想尝一下子 在员工和我们比赛的时候 我们玩赖了 所以迎他们了 迎草莓了 在七彩庄园里 从冰天雪地到温暖如春 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 哎呀 太热了 一蒙感觉这小柿子 太好了 我都不想走了 踩了一筐 每年我都来踩这个柿子 特别好吃 俩温度啊 这里哪会儿 而且这里头进来 什么时候看到这小柿子 通红的心情都不一样 非常好 晚上还有玩的 还有吃的 晚上一会儿还得去采采草莓去 在那个冰上玩龙舟的时候 然后迎了十斤草莓 然后好大好大的草莓 然后这个草莓感觉特别的甜 然后特别的清香 有一进大棚呢 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越窄越想窄 然后又有点窄下眼了 我们这个七彩庄园呢 是以这个乡村旅游为主体 咱这个能源采摘这块呢 以前那这都是造天地 咱那个是 主要咱以主打啥呢 南国北中 为主要 现在这个木瓜 咱这是今年新种的 我们这还有铁锅盾 还可以住宿 还有能家盾 这个都是我们那个七彩庄园的特色 七彩庄园占地2000亩 各种游玩的项目多得数不清 要想一天都玩遍呢 还真有点费劲 地方大 项目多 玩不够咋整啊 别急 园区里早就建好了 一栋栋独居特色的民宿 咱们香园民宿呢 一共有15栋别墅组成 然后呢 这是独门独院的 室内呢 环境是干净 舒适 优雅和整洁 室内有温暖的塔塔米炕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专门的私人小厨 可以提供给游客朋友们 炒制一些特色的小炒 多美的画面啊 你看就想去 这应该是什么地方呢 有山有水 这应该是个温泉游乐吧 其实大家别猜了 这就是以前的 本溪草河掌镇 湖珀村 就是这样一个小山村 这几年呢 这个村可以说是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到冬天 这个村里呢 热闹极了 本溪满足四字线 属于长白山脉 东南渔脉 县城内一直被描述为 八山一水一分田 光大小山岭就多达二百四十个 而在联眠的山岭中 却坐落着一排楼房小区 王伟是草河掌镇 湖浦村的村民 现在是花西木温泉度假酒店的一员 但是现在的他可跟以往不太一样 先生您好 这边欢迎 先生您的手把去拿好 祝您泡汤愉快 这边请 您看 熟练的礼貌用语 标准化的动作 跟咱们平时对农村妇女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不辛苦 咱这一天 反正咱是干农村嘛 反正干我也没有那么觉得那么累 对于以前来讲 现在轻松多了 是吗 花西木温泉度假区在2011年筹划初期第一件事就是安置好当地村民 为村民在温泉酒店后盖起了同规格的回钱房 自己供暖供水 这才有了大山间的楼房小区的景象 说到这儿王伟更是感慨万亲 四语你看这是我们家在以前的老照片 你都咋的呢 没留 没灯着 看看 这是在哪啊 这我们家的老房子嘛 这老房子 看见没 这边是冬屋 这边西屋 这以前冷 咱这都用塑料布放的 你看 能在大山里住上这样的楼房 王伟格外的珍惜 每天都会精心收拾自己的小家 我叫李长德 曾经是一名滑雪运动员 虽然已经退役了 但是我的冰雪旅途还在继续 我现在是本西花西木云山滑雪场的一员 今天我将迎来一位特殊的学员 不知道他的基础怎么样 能不能跟上我的速度 比教练 嗨 你好 我是云 哇 太好了 原来今天说的特殊学员就是你 对啊 是我 就是我 请接受来自迷媚的 羡慕以及崇拜的目光 太好了 太帅了 这个是高级雪道吧 对对对 这是我们辽宁省现在坡度最陡 然后坡度咱们能达到30多 长度是700米 然后垂直落差是350米 那要是正常的一般情况下的话 这个高级雪道是有多陡 一般像咱们辽宁省的话 一般就是25度左右 25度 25到30 咱们最陡的话是30度 多出来5度 对对对 哎呀 刚才我坐着摩坦上来的时候啊 感觉就是我得高度一坐着这个 缆车上这个高级雪道比较比较 听完这个两个醉一个期间为止之后 我不敢了 思雨敢跟我去挑战一下吗 不敢了 我太怂了 这样吧 您带我去那个中级雪道行不行 好 没问题 咱们去中级雪道行不行 咱们出发吧 好 您今天是从哪过来的 从小四 就是咱们本期的 对 就是本期县的 第一次来吗 对 第一次来 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雪道 目前在辽宁省方面来说 应该是顶尖的 顶尖的 对 记得很高的评价呀 对 我第一次来 我觉得反正我滑得很爽 刚才我在上面等你的时候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啊 我觉得咱们这儿环境还真是挺不错的 对 咱们本期的这个环境呢 是四年覆盖率是90%以上 曹河长镇的湖泊村 原本就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披临关门山和汤沟温泉 自2011年被规划开发之后 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来自世界各地的才能知识来到这里 以保护生态原貌为根本 结合原有地势地貌进行开发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雪道的中间 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树林 虽然在造雪压雪上增加了难度 但是这也为整个雪场 沉浸在自然环境中创造了氛围 这就是借助自然 发展自然 刚才在摩塔上李教练就跟我说了 咱们这儿的森林覆盖率 能达到90%以上 我刚才下来啊 真的是深深的呼了一口气 确实啊 没错 非常非常的好这个环境 我们的主持人也准备好了 在李长德的带领下 开启大山间的冰雪之旅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就出发了 好 出发 我们的主持人已经在冰雪世界里 玩的不能自拔了 出了一身汗之后 最惬意的当然是泡温泉了 刚才啊 我还在咱们的雪道上全副武装 然后体验速度与激情 现在呢 我已经画上了泳妆啊 完全是一副夏天的装扮了 感觉自己像在马尔代夫 你看 在这个室外啊 天特别蓝 今天的空气特别的好 你看 翻着曝光灵灵的光 有没有特别好呢 本溪的温泉在清朝 就是皇家温泉疗养之地 花西木温泉便利用此处稀有的 圆脉自泳热矿泉 打造了一个风格介意 宁静闲雅的度假胜利 尤其无边的泳池的设计 打破了与自然的边界 让水中人与眼前景融为了一体 我孙姐来回来 带着孙子 玩的儿日儿媳妇 外面一起出来玩一玩 感觉挺好的 大家起来就很高兴 然后姐妹们 一会儿要回去 还能那个戳一桌 是是 喝喝喝 是是喝喝 朴西君是王伟的爱人 如今是花西木温泉 15个泡池的管家 能不能泡上好温泉 就靠他了 我看你这好几个机器 你这屋是管啥的呀 咱这屋就是 汤空水下来了 进那个蓄水池 然后隔这个泵 开始准备往各个泡池里降 那你像之前的时候 就是种地的农民 对呀 突然来到这个岗位上 能容易接受吗 哎呀 也那什么呀 也适应老长 挺长一段时间 才可以才接受 学了多久 大约得三个月吧 这些东西 我来一下就是什么不懂 就是 得用三个月时间 来学这些东西 像朴西君 与王伟这样两口子 在花西木工作的 还有很多 朴西君说 他家原先 就在无边有的对面 现在那块是片花海 比以前更漂亮了 家乡能得到发展 他们的生活轨迹 也发生了变化 无论是刺激的滑雪 还是温暖的温泉 在游客享受的一刻 都离不开 背后工作人员的付出 得知很多外地的工作人员 春节不能回家 好客的朴西君和爱人决定 邀请他们到家里 吃顿家常饭 这里是咱家 哇 你们进屋 好了 来了来了 你过来了手的 来这里 你这人不客气了 不麻烦你的手的 不麻烦不麻烦 都不连 鼻子啊 都不 我不 小的包你好看 所有媳妇好看 那你早比家好看 你看我这个手秀 我这饺子包得还挺好 两个小面啊 这么好呀 你们看看我包的饺子好好看 我这饺子吧 包的跟他们的这个比喻 是有点 有点不太好看啊 大家原谅我一下 但是我觉得 你看跟大家一起包饺的这种 其乐融合的氛围 特别享受 乡村开发不是一朝一夕 多少吸血包裹在其中 这就犹如这一个个代表团圆的饺子 现代先进的资源 理念与当地人淳朴奉献的热情 包裹着家乡的好山好水 才能让人品出乡村发展的美丽滋味 我就喜欢这样的景色 烟雾缭绕热气腾腾 树上是濒临树挂 雪中泡温泉 北方一大特色 让南方人羡慕去吧 转变了思路 让原本并不富裕的小村子 一下就改头换面了 找到自身的优势 发展乡村旅游 不仅给乡亲们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还给咱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让游客在这么冷的冬天里 能泡上热乎乎的温泉 提起泡温泉呢 可能有人说了 我天天泡 我经常泡 泡温泉就是好治病 但是在池子里一泡 能泡上小半天的人 我得给你提个醒了 温泉不能这么泡 过去的温泉 一般是指从地下自然涌出的 全口温度显著高于气温 并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 微量元素的矿物质泉水 现在也有很多地区人工打井 一般在地下600米至2000米 用深水水泵抽取地下水 水中富含多种有益矿物质 也叫温泉井 温泉依温度的高低不同 可分为三类 温度高于75度的 叫高温温泉 温度在40到75之间的 叫中温温泉 低于40度的 叫低温温泉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将中国的矿泉分为 热泉、冷泉、肝泉、酸泉和苦泉 中国人发现和应用温泉治病 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 早在《仙秦的山海经》里 就有了《温泉》的记载 《水晶柱》中也提到温泉可治病 如鲁山黄女汤 可以熟米 引之一百病 道士清深沐浴 一日三次 40日后 身中百病浴 现代医学证明 温泉有促进新陈代谢 治疗皮肤杂症 防治慢性关节炎等疗效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 都适合泡温泉 比如皮肤过敏的人 容易失眠的人 有心脏病 高血压 或者身体不适的 这些人都不适合泡温泉 你想想这大冷天能泡上温泉 一想都特别舒服 那有没有既能泡温泉 又能玩的很多游乐项目的地方呢 那不就是两全其美吗 最近二压就找到这样一个好地方 一起去享受一下 俗话说 不出正月都是年 在假期当中 人们更愿意扶老挟幼的 跟全家人出去游玩游玩 在咱们东北 大冬天的时候 不光可以滑雪和玩冰 还有更多其他的选择 到底是啥呢 跟我走吧 现在我已经换完妆了 看我这一身是不是就明白了 接下来咱们可就要去细水了 在这玩的可都是温泉水 我身后已经人山人海的 都玩得很热闹了 咱也去看看吧 以往在东北 冬日里 孩子们大人们的娱乐项目 就是打雪仗啊 堆雪人啊 滑冰车之类的 如果想在冰天雪地里细水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好了 在这儿啊 不光可以细水 还都是温泉水 可是这么大个水上乐园 究竟有些啥好玩的呢 这可得找个明白人 给咱介绍介绍 听工作人员这么一介绍 二鸭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去玩一玩了 可这么多好玩的项目 究竟该从哪开始呢 哦 高手 我不敢 这太高了 他们是高手 勇士 这个刺激吧 这个 那么刚刚的滑膝下来 冲到顶上再下来 哇塞 这个 这个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 哈哈 左看看又看看 二鸭是一个都不敢玩啊 正换头的时候 别说二鸭还真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项目 看来啊 在这水上乐园里 不管您是想玩一些惊险刺激的 还是想玩一些难度系数小的娱乐项目 都能让你乐在其中 除了这些滑梯呀 高空滑坦啊 水上乐园还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项目 那就是造浪池了 每逢整点 人工造浪池里也是一浪接着一浪 如果您玩累了也没有关系 在水上乐园里还有一个休闲区域 在这儿我们可以泡泡温泉呀 或者是像二鸭一样来个果冻浴 在这儿啊 我还发现了个新鲜的玩法 看我手里的这些水宝宝 这个呀叫果冻浴 我还是头一次感受 咦一踩起来这腿啊 滑溜溜的 感觉有无数的小丑在你腿上蹭 你好 你好 从哪儿过来的呀 辽宁本地的当地的 对 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呢 因为就是朋友介绍的 说这是挺好玩的 然后就过来看一看 今天跟谁来的呀 跟我家人 我哥还有我大侄子 就是一家人 在假期的时候出来玩 对对 感觉怎么样 特别软特别爽 也是头一次玩这个 对对 头一次玩就特别最好 怎么样小朋友 很好玩 很好玩啊 是第一次玩这个吗 是 高兴啊 高兴 玩 祝你玩的开心哈 谢谢阿姨 在水上乐园里玩了一大圈 大家都觉得有些累了 不过一听说还有温泉 二鸭立刻就精神了起来 哈 本来刚才啊 在这个细水区已经玩的精力力进了 打算到这个温泉区来送送一下 可是一进来我看到这池水 哎呀就已经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了 必须到里边来加个猛子 看看我身后的霜浪 现在是冰天雪地的 不过哈 泡到这池水里是非常非常温暖的 我感觉这池子里边的水能稍微比我的 啊体表温度能高的一两度 非常舒服 这会儿恰逢寒假 不少家长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冬日细水的乐趣 小朋友你今天是从什么地方过来泡温泉的呀 从从水洋 从水洋那么远呀 跟谁来的呀 跟爸爸妈妈 谢谢阿姨大串猪猪和树大姐姐 哎呦这么多人一起来的 嗯 到底都玩什么项目了 嗯 忘了 忘了 但是玩的高兴不 高兴 高兴呀 玩就是高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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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温泉我们常见 但是如果说冬日里能一边赏着雪景 一边泡温泉 那就是相当惬意的事了 现在我就想来感受一下 室外的泡池了 你看天上啊 零零星星的飘着点小雪花 再泡温泉 哎呀 那怎是一个歉意了得 但是在这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你往这瞧 哎这水里怎么这么多鸡蛋呀 这是我们家特有的温泉水煮鸡蛋 温泉水煮鸡蛋 那能煮熟吗 当然能煮熟啊 因为我们家的水质水温提出来 只是平均温度在90度以上 所以才能煮熟的 哇 这样我给您尝一个 好 这就是普通的鸡蛋 不是这不是普通的鸡蛋 这是家养的笨鸡蛋 啊家养的笨鸡蛋 对 看见没这是笨鸡蛋 那温泉水煮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的蛋清是发黄的 不是特别白的那种 不是特别特别白 对对对对对 而温泉水煮出来就是这个颜色 温泉水煮出来的颜色 它跟正常的水煮的鸡蛋颜色是不一样的 它是特别Q特别弹的 您可以试一下 哎呦我尝尝 嗯 这个蛋清特别特别的有弹性 而且这鸡蛋我还没吃到黄 这个已经很很香了 是的温泉水煮的鸡蛋跟加水煮的鸡蛋 永远都是不一样的 温泉水还有矿物质 它煮出来的鸡蛋特别香 特别香 真好 哎呀你看在这泡温泉 泡着热乎乎的温泉 看着飘在天空的小雪花 赏着雪景吃着鸡蛋 哎呀太舒服了走 拿着鸡蛋二压迫不及待的来到了室外温泉区 可是一进去就傻眼了 这么多的泡池究竟先泡哪一个好呢 我看咱们这个山坡上有好多个泡池啊 是的我们家一共有168个泡池 室外吗 室外 那每天来的游客是不是也特别多 每天平均在1500人左右 那这100多个泡池肯定能容纳得下 放得下肯定放得下 有玫瑰的精华 我看颜色是红色的 对这是玫瑰 这个肯定深受广大女性的喜欢 对一点没错 这个池泡的女性最多 你看这最多有女性在泡 那咱们还有什么特色的泡池 还有啊在这边也有 像我们这边有福禄寿喜将军帝王 我们家最有特色的是溶洞 我建议您上溶洞去看一下 原来啊每一种泡池还有自己独特的功效 但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了 在冬季泡温泉感觉的确不错 但也不应该长时间的泡 一般10到15分钟的时长最为合适了 非常好水也好全温泉 而且水质也干净 泡完身体特别暖和特别舒服 然后美容养颜 哎呀这一次泡温泉 我感觉自己可幸运了 为啥呢我来的时候啊 外边正在飘飘洒洒的下着雪花 泡到温泉里的时候雪停了 泡着热乎乎的温泉雾气营绕 看着外边的雪景 别提要多惬意了 其实啊身为咱们辽宁人多幸运呢 在冬日里有这么惬意的一个 休闲度假的一个项目 而且我听说 这个地方还有滑雪场 一会咱们去看看呢 又是细水又是泡温泉 在这已经玩了一大天了 不过现在哈看看我 又装备上了 我现在的位置啊 是咱们洪溪谷的滑雪场 现在的时间呢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但你看我身后 还有这么多的人 在滑雪玩的热火超天的 我呢也已经装备好了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啦 玩过水上乐园泡了温泉 晚上再到滑雪场 来上一场夜滑 我们一天的行程 就要结束了 在这一天里 我们算是体验了 冰火两重天的乐趣 看到这儿 电视机闲的您 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快约上家人朋友 一起来玩吧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最后呢还是欢迎大家 加入辽宁卫视黑土地的 合作社联盟 有兴趣和合作社呢 赶紧报名 因为加入我们合作社联盟呢 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我们电话是02423186752 02423186752 或者关注辽宁卫视黑土地的 微信公众号 按步骤加入就可以了 加入咱们合作社联盟之后呢 黑土地可以帮您买 帮您卖帮您腰 有什么困难的朋友点赞 需要帮助的我们伸出援手 我们的体制培训 你的学习 要是国际的同感